推动食品安全跟活化农地 台湘市政府从去年开始 请农会协助辅导农民转坐飞机改大豆 而今年为了扩大来推广 美工请加码补助1万元的奖励金 希望吸引更多农民来加入 而为了增加通路 也开发了不少创意农产品协助行销 这一天是和农友们一同宣示签约记者会 象征推动的决心 以本土飞机改豆浆在咖啡上拉花 呈现出大豆产品的多元月貌 台湘市政府去年起辅导农民 二期稻坐转坐飞机改大豆 今年扩大推广 希望种植面积加倍到200公顷 这天市长带领稻农一同签约 全市推动决心 今年我们扩大从100公顷 要增加到200公顷 尤其像学校的营养午餐 如果能够结合起来之后 我相信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 产销的系统 也免于中间商的剥削 我觉得这个对于农民 对于消费者 都可以说是多盈的局面 到这为止 如果经过一个叫做所谓的转坐修根 会让这个整个土质的改善 有所谓的保证收购 而不是 不会说有所谓的 无法收购的这个问题存在 市吃起各式大豆制品 感受多元的搭配可能性 去年市府委托各地农会辅导转坐大豆 但面临成本高与通路少等问题 今年转交由青农自创的合作社担任器座主体 除了希望稳定价格 合作社也积极开发出更多大豆新产品 盼能让本土取代进口 我现在拿来这个东西叫做天背 那它本身是纯黄豆去皮 然后殖菌发酵的一个天然的养生食材 对那它是从国外 它是起源于东南亚这样 它现在在欧美是很流行的一个养生食材 台湾黄豆种植已经断成了一段时间 很开心就是像现在今天这样子 政府有去就是搭配农民一起栽种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98%的来源是来自于国外 一年大概265万吨的一个黄豆的需求量 但是98%是来自于国外 然后蛮多绝大部分是基改的 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都是以美国大豆为主 食品级的非基改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在提倡 让我们台湾的大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 拿起筛子过滤豆匣 夹杂率越低且含水量越少的大豆 就能获得较高的收购价格 今年合作社以分级方式向农民收购 希望借此提高非基改大豆品质 市府方面除了将提供种子农药等补助 美工顷还加码1万元的奖励金 希望苦力农民投入生产行列 记者李云轩 台湾黄导